我前两天不是去参加一个彭论的生日吗 我们那个餐厅因为是个西餐 我还特地就是订了一个露台的地方 然后那个露台因为我们要拍照的话 其实它会灯光有一点点暗 我穿这个衬衫拍出来的那张照片 我真的觉得超级好看 你这边挡着我的脸 你还是会觉得这个衬衫看起来整个人好美啊 这个衬衫就是属于那种女生的小星星 就是你看啊 你现在离我这个距离 是不是以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白色衬衫 但是你别近看 它的整个细节超级超级的内敛 所有所有的蕾丝拼接包括这一些图腾 全部都是不规则的 而且它这边花瓣链接的地方 全部都是立体的 所以它穿上去完之后 就是感觉整个人氛围感很俗 然后你看哦 它的版型其实不是那种完全贴在身上的那种 它的面料比较软 所以它其实是比较有松量的 我挺喜欢它袖子的地方 是因为它袖子的左侧 其实都拼接的这种 有点像是小徽章一样 而且我不太喜欢衬衫太紧 因为太紧的话 其实很容易把我的手部线条 感觉有点绷住了 所以我喜欢穿这种灯笼袖是 除了它比较遮肉的同时 我手臂放下来的时候 会显得我手腕很纤细 其实像白色衬衫 它其实就是搭腕物 它就像白开水一样 加一点什么它就会变得不一样 比如说是这种比较简约的黑色裤子 或者是春夏天那种比较亮的半身裙 还有就是有一点偏中性色的那种卡其色系 都是可以跟它搭在一块的